借车 谢谢 不客气 请问张主任在哪屋 你往那边走 麻烦问一下 这个要去哪个课室看 那边镜头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姐姐 你没事吧 怎么这么不小心 姐姐没事了 姐姐就是不小心摔倒了 很快就好了 姐姐 你看 真可爱呀 爸爸带布丁去溜了 下次我们一起和布丁玩 好不好 好啊 你给他取名字叫布丁啊 真好听 妈妈以前不同意我养狗 但布丁可乖了 现在妈妈也喜欢它 妈妈呢 是想要全心全意地照顾你 怕没有时间照顾小狗狗 不是的 我以前没生病的时候 妈妈也不同意我养狗 她说小狗只能活十多年 小狗死了会很难过 不如不养 我觉得妈妈说得不对 晨晨姐姐 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呀 我听见我爸爸和隋医生说话了 他们说我只能再活十年了 你不要乱说 一定是你听错了 我没听错 我活十年 爸爸妈妈也一样爱我 布丁活十年 我也一样爱他 为什么要管能活几年 我看节目里说 有的大叔活了几百年 有的大叔 我甚至活了一千年 真的那么久吗 有啊 确实有千年古术的 那 术会不会觉得 活到一百岁的人 也活得很短呢 会吧 会吧 澄澄 粥我已经热好了 待会儿你舒服了呢 就吃一口 好 豆豆 我们要回去喝药了 改天呢 再找澄澄姐姐玩 走了啊 再见 快 腱动症是不可逆的 受损的肌肉和神经元 只会越来越长 而且 以现在的医疗手段 只能延缓 不能治愈 那像是突然摔倒 算是病发吗 对 一开始会有肌肉乏力 或者抽搐的症状 你怎么搞的 天女散花 碎碎平安 擦一下 你在干吗 这是什么 这个是保健仪 干吗你呢 这个东西呢 有助于我们弹钢琴的人呢 手指变得更灵活 徐多长 你小小年龄就开始交织上睡啊 你小小年龄就开始交织上睡啊 保安大哥 我不信你们看 你刚刚那药是怎么回事啊 我这种养生少女 随身带着药瓶不是很正常吗 你是不是觉得 什么都特别容易啊 对我来说 活着就已经够难了 你根本就不明白 凑过了今天的演奏会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一般来说 从病发到完全卧床 大概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而且这个过程是逐渐的 你呢 要做好心理准备 还有一点 在生活当中一定得保护好她 要特别注意 不能让她摔倒 好 展志连 你早就知道许多成的病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自己女朋友 你自己不会问她吗 她为什么会告诉我 那是因为她相信我 你懂吗 哥哥 你们干吗呢 聊天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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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m 阿螈 thousands 五二 二 二 ミク 二 第二 一 你干嘛呀 江南 上次是你先说的 这次轮到我先说 我想告诉你的事 我知道了 你和兜兜的病是一样的 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心意 承承 我喜欢 你喜欢我 这就够了 我相信我可以照顾好你的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别再逃开了 好吧 我不想拖累你 你太傻了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多害怕吗 这些事情不应该你去承担 更不应该你去面对 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承担 生病了不告诉我 喜欢我也不承认 不敢面对了就逃避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那你要我怎么办吗 我能怎么办呀 我每天看到你都很难受 可是你又不断地要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办 好了 别哭了 是我错了 是我太着急了 我不该怪你了 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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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 未来 我们一起来面对 好吗 那你答应了 就不能反悔了 嗯 嗯 对了 你是怎么找到山间别墅的 我不都把我们的定位解绑了吗 神人自有妙算 你还说呢 手机呢 赶紧给我重新绑定 好了 这还差不多 那你快说说呀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不是给于可欣发照片了吗 我根据照片里的背景推测出 应该是展芝林家的二楼卧室 之前是我跟她一起去买的壁纸 你跟展芝林以前 真好 我看得出来 你们都很在意对方 就是因为太在意了 所以她才会那么狠 她特别在意她妈妈的死 她说 你提前知道一些什么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不是的 没有误会 她看到的太片面了 事情并不是她想的那样 她说 展芝林是不是跟你说什么 没有 总之啊 我和她之间的问题是解不开的 你现在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养好身体 是 状态不错啊 有人照顾就是不一样啊 随医生你就别让我开玩笑了 那个我能出院了吗 你的检查报告我看过了 没什么大碍 今天就可以办理出院 但一定要记住 出去之后啊 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行了 不耽误你俩了 记得按时来复查 谢谢随医生 好好照顾她 那我先就办理出院手续 不然啊 余可卿知道了 就得跑过来杀了我 在你眼里 可卿就这么凶吗 你那个闺蜜啊 战斗里一流 不然就是 不在了 后 没努力 暂能 我 诶 我 好